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比起当时还有3元 现在还有30多元 挺有趣的 看看澳门博彩收入增速情况 这十年大家都看到收入规模和增速已经看到了 图片看到了 其实2002年开始了 去到0708 去到1314年高峰 接着就下跌了 我们看到增速其实开始在减速的 2010年开始减速的 去到现在2016年 这四个字 惨不忍睹了 好了 澳门的赌场开业的状况 在六大巨头的赌场情况是怎样的呢 究竟澳博 澳博是2011间 2011月20间 银河娱乐 大家看到数字 金沙 去到 拥有的赌场情况有多少间 接着统计现在的赌场有30多间 也挺有趣的 赌台增长情况 赌台增长情况 大家留意一下这条线 赌台增长的情况 其实基本上已经离开了 尤其是这两年 其实是2015年开始 已经是零增长 赌台增长数目是零增长 郭子基也是零增长 郭子基增长得挺不错 反而这个赌台增长是非常慢的 其实看到的 因为上面一山水喉的话 这个结局必然是这样的 看看几个市场的份额 其实现在整个行业正在扩大 但是奥博 先发现到的比例 奥博控股 其实最早 奥博 即是以前红辛玩了的年代 大家看到由2002年 玩了 去到开放赌牌 跟着一直慢慢跌跌跌 跌到现在只有2成左右 只剩下多一点 这幅图也告诉我们有什么信息 如果你真的买24%龙头 这是金沙 大家看到的 金沙从2004年开始 绿色这一格是金沙 金沙和银河 大家看到的比例是相对两个比较高 永利是排第3 新豪博雅是排第4 美高梅是中国第5 其实如果你要买的话 看好赌业股 都是选这两个 银河和金沙 其他那些你都不用搞 当然个别消息有爆炸 突然有一些爆炸力的东西 这就是另作别论 如果纯粹以市场份额和收入来说 你可以留意一下 最主要留意这两个 所以这个就是2015年 澳门国大博彩公司的份额分布 这张图大家也看到 其实也挺凄厉的 跌幅也挺厉害 跌50% 所以大家看到股价也类同 其实也挺相同的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事但拿一个例子 银河的最高是多少亿美元 65亿 最高是差不多90亿 90亿现在剩下多少 剩下60多 不见三分之一 最高这只金沙 都是差不多跌四成 然后永里 已经不用说了 背脊也差不多跌四成 那就是由2014年高峰开始跌 其实是2013年开始跌的 因为都收到风 习近平上场一定会移动 动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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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牌标育 接着抄理家 所以这因此 引致到 这个情况出现 那我们从几个层面 刚才看完这个 看完这个就是 它的淨利润 淨利润也是不断跌 全部都是每况愈客 这个趋势来的 大家都已经看到 对吧 好了 澳门六大博彩公司的淨利润市场份额 大家都看到 份额最高 到2015年底 都是金沙中国 是最高的 所以 为什么要买这个 就是这个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好了 澳门博彩业的行业细探 究竟那个生态链是怎么样 这个我就 大家自己重温算数了 我就真心说 我怕解释错误了 不过我的同事都挺认真的 做了这个图出来 我就不多说这个了 究竟里面有什么玩法 这些就不多说了 不过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左边这幅图 澳门赌场贵宾厅 这个很值得大家留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澳门赌场贵宾厅 是占了其实整个赌场 差不多八成的收入 尤其是里面的八家乐 八家乐是占了整个赌场 差不多85%的收入都是来自八家乐 那赌场超过一半的收入是来自贵宾厅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就是告诉大家 赌贵宾厅里面的八家乐桌 其实就是赌场里面的生命线 其他那些都是陪衬东西 中场 老虎基那些东西 澳门特色贵宾厅 占博彩收的七成左右 很厉害的 贵宾厅 你看到贵宾厅业务 其实正在缩减 现在开始有一个趋势 大家看到 2009、1011年 当时贵宾厅是真的越来越高的 而中场是很小的 各自机不用理他 各自机 就是不重要的 那我们就拿去那边 那我们看到 中场业务 其实在2014、2015年 是正在增加的 这个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说如果 哪间赌场想翻身的话 没办法 因为贵宾厅 大家都知道什么故事 我不多说了 就是 豪赌贵宾的数量是大减的 如果你还不去探索 快点开回中场的话 也会自己拿去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中场业务的收入是增加的 在2013、2014年 以及2015年那边 好了 这个就是澳门赌场 中场业务收入及增速 这个看到的比例 由08、09、10 其实是稳步增长的 这个其实 你赌场想转型 想今次在谷底翻山 这是必须要的策略 很明显的了 贵宾业务不断下跌 图表里面看到了 其实2015年那条棍还低 好了 去到这里 都是一些比较背景型的资料 再给大家看看澳门博彩总收入 这幅图挺有意思的 因为更新到2016年8月 这幅图里面 我们看到 12、13 看到高峰 14年开始回落 但是股价是在14年才看到的 最高峰 出现背驰 如果我们纯粹以外的行业术 股价新高 但是原来收入开始减少 2015年开始崖息下跌 今年大家记得2015年年底 我们也做VChart的节目的时候 都跟大家吹到 赌业股千万不要抖 有段时间 一直跌 跌到20年 一直跌到20年 到头8个月 只剩1,800亿 1,800亿 跟去年去比还是很低 但是为什么赌业股这两个月反弹呢 因为对上两个月的收入是上升 不是怎么上升 是对比去年同期上升 连续 8月、9月、两个月的 跟去年同期上升 所以赌业股最近期这两个月反弹了 但是永利也在高位下跌下跌 走势图不多说了 这些赌台统计数据 2016年上半年赌台数为6,000张 下半年永利皇宫新批放100台 刚才说了 其实赌台增长数据已经零了很久了 而在2015年已经没有增长 所以现在这个做过预计 澳门政府设定要每年倒台增长数目 不能超过300%的目标 这个也意味着 即是说 你以为VIP那些 未来都是责的了 也都是暗示到 谁能够拿到中场转型得越快 他翻山速度越快 另外这个我们看过了 好了 说到这里 看看其他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内地 那些人去赌钱 谁来赌的 都是中国人去赌的 香港人有限数 所以出境人数 其实呢 还有外游消费数字呢 都是稳步上升的 这个也是一个trend 即是说 未来如果他那些散客散户 那个旅游人数继续增长的话 如果澳门不是太差的 其实他的增长都会有 那意味着是否现在 在撓澳门倒业股 一个好时机呢 那下一集 有多些分享 好了 那这些旅游人数 买珠宝 买其他的 都是消费的 所以我们都拿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我们发现到 比如买手袋 在鞋里买一些贵重 贵重一点的东西 其实在141516年 都一起跌的 那其实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根本是习近平一上场之后 一打这些贪腐 就是洗大钱 在澳门拿过银联机 又一轮一轮 几百万 这类这样的活动 买东西 发上去送礼 这些东西 一按键之后 其实看到整个trend 其实不关于赌业时 赌场只不过其中一个消费品 你当它是吧 因为你看到其实在澳门其他 不是澳门对面 这个是整体的 其他全部都跌的 无论是买珠宝首饰 或者买手袋 手信食品 鞋等等 都是一起跌的 所以这个才是跌的主因 只不过你以赌业股 究竟跌够未 纯粹这是另一个问题 房价的总体表现 这个不多说了 那就是转型 澳门转型 其实已经在进行中 刚才我在之前 那几个视频里面 看到大家在转型 正在推荐中场服务 所以我们也看到 接下来有很多用 运营的形式 去做其他东西 例如做展览中 展览中心是做不起的 但反而做度假村那些 那些的而且足够会多些人 吸引到那些人 去留下几天 相对这样才能吸引到 那些中场客的出现 好了 这些转型我刚刚说完 希望澳门 其实这个也是澳门政府 大家都知道他都会这样去做 不会再和高端的客户 去逗争 好了 那就可以回来了 那澳门赌业的背景资料 基本资料 大致上是这么多 那下一集 给其他余下 就是个别公司的 那些细分给大家看一下 那希望可以找到 一些有没有一些 potential的机会 在赌业库里面 那大家密切留意下一集 那大家记住 下一集要收会费了 那记住收到的钱 不是我代的 不是给我的 放心吧 那就给我们一个会的 那588 三个月 那如果是FTA的会员 就488 OK 那呼吁大家支持 那我相信支持的人 不是这么多 我自己也觉得 应该是一个低 低伤位数字 但是这个也不重要 好了 那最后还有点时间 来讲一下大市 好吗 因为大市大家都比较关注 好 那我们先去电脑 好了 第一个电脑 好 第一个电脑 麻烦你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 那条20个月的周线图 月线图 那我立刻整幅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就是导致 导致 然后这个就是20个月的军线 曾经两次跌穿过 那现在上来就在这条月线 周线上面 那这里曾经跌穿过 跌穿过也插得挺狠 这里也发生过 这里也发生过 那就是刚才没有说道指的 刚才是说这个S&P 好了 试试看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呢 我刚才说过 是十天二十天 而现在二十天 托着了 那记不记得 刚才说过的例子 如果跌穿二十月的恒子这条线 是会有机会跌百分之十八 对不对 如果跌穿一条十天 十个月 说错了 十个月的军线 就会跌百分之十七点七 那现在这条线 就是二十个月来的 那条蓝色线 那你自己回去 拿你的手机 开你的手机 自己先托着十个月 那看看是什么结果 这个是自己做的 好了 那再看细分 恒子 恒子这个星期的变化也挺大的 第一件事 先去日线图 日线图 我们发现 平均线 这里是二十天 这个就是二十天 二十天已经转了弯 如果十天更加转了弯 现在就向下跌下去 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跌穿二万三千点之后 曾经反撲 反撲的时候 其实跌穿二万三千点 跌而不跌 反撲其实是一个希望 就是一个上落市 都是在这个线图里面上落 但是现在出现这个 不是这么看的 破了之后 接着就是再撒下来 反过来 现在已经是一个 头肩的形态出现了 头你这一块 左肩右肩 所以恒子很大机会 下跌到二万二千砌头 最低目标是二百一千八 如果只炒这个形态 基本上成了 那个样子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 大家如果做Hedging 可以举一些旗子 做Hedging OK 形态已经出来了 其实另外一只 我的外股700 腾讯 都能出来了 这个头肩顶 当然 我就跟大家说 我买了 但是我买了这只 我没所谓的 低一点我再买的 这些我就不是太担心 这一部分应该都会继续走的 就是这个向下跌的机会是颇高的 我觉得低一点 低一点给大家买 好了 低到多少呢 希望下个星期回来 已经是大选完毕了 那么这件事了过了 希望雨过天晴 不过 纯粹用这个图去看 这个21,800 应该是最后 我觉得会有强大的承托 为什么呢 其实整个行资 大家都看到 我纯粹用日线图去看 其实这里跌下来 是一浪低于一浪 就是最简单的 trend analysis 接着就出现了这个 就是我们一直说 头肩底 破了之后去25,000 这个上升趋势里面 其实反过来 这里是一浪高于一浪 这个浪底高于这里 这个浪底高于这个 这个浪底高于这个 这个浪底又高于这个 所以如果这个下条浪 不低于这个浪 基本上整个没变 再者这个跌下来 去到21,800这些位置 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 上次这个浪的浪顶 就成为一个支持 应该在这些位置 也是头肩顶最终的 可能最终的目标 与量度高度的话 所以量度高度 这个头肩顶 这个颈线位 是在22,800 我代为24,000 22,800 12,800 穿了12,800 大概是21,800 刚好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走完这个形态 现在大概是几百点左右 走完这个形态 去到那里应该是敢买的 加上如果跌到那里 然后乘开落定 那美国炒了 美国加息 然后第三 第四季 我相信会是 先低后高的形态出现 这个就是恒指 另外一个 很理想的 就是上一集节目应该和大家说的 就是柚 柚出了双顶 这个双顶跌破了 跌到那时48元而已 现在44元 哇 44元 你爷爷爷 如果当双顶 双顶这些形态 挺可爱 挺可爱 一搭穿了 就很快 就到目标 那 反过来 另外一只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说过 EUR的周线 这个反而反过来 有朋友 有网友 Steve在网页那里问 EUR如何 怎样 这个也很值得去分享 EUR在周线 这个是一个双顶 但是这个双顶 这个双顶 我们上次说过 跌破这条颈线之后 不好意思 跌破这条颈 这条线之后 应该是要插 就是棍拨棍 跌破第一个 上星期出了一支PSNI 穿线线 不跌 今个星期再向上拨 不靓了 即是说这个双顶形态 不跌破了 即是说 如果我们跌破了那些 其实上个星期 就已经是跌破了 因为E支棍 那星期末 都不能够 再有跟随 破身低的话 其实是不靓仔 这个其实我们节目里面 说过很多次 双顶双顶 跟随是最重要 好了 相反地 如果现在不跌破的话 没有的 都是去这些阻力线 其实EUR上升机的空间 都是有限的 我觉得又不是太多 现在如果是这样炒的话 就是炒 有机会是 这个通道 机会大一点 是的 这个双顶大家 不要想它 忘记它 宁愿想一下这个通道 更好了 另外一支 就是 迟近差不多了 多拉Yen 多拉Yen 上一个几个星期出现的阳烛 今个星期出现的阴烛 这个回吐 我仍然是坚信买 达拉Yen这个概念 如果我买了的话 停留下 就在刚才这条支援线 其实 120.6 这个位置 如果你买了 达拉Yen的话 穿这支脚的脚底 这个位置 其实都可以撇 这个 这是昨天的地牢 昨天的地牢 102.5 如果买了达拉Yen 我之前一直叫买 没问题的 这个叫买 我自己 我已经在104.6 这些位置 已经撇了 因为这支棍子 其实就不漂亮 跌穿这支阳烛的底部 就是这一阵上升浪 就要避 我就避掉了 但是避得来 中间我都试买过 但是都不行 就输了几天就给它 最近 最新的 就会在这些位置 我就开始买回 这两支 开始出现长脚 这只脚不穿 就希望撇回底部 咬回上去 那你说趋势的力量 就减弱了 因为在ADC 已经开始下跌了 如果你想稳定一点 就是我不想拼 刚才我用拼字 就是拼成功 我拼失败 你不想拼 就稳定一点 用这个工具 都很简单 就是经常教的 如果你发觉 这个是 在底部两条线 自己回去开 在底部两条双胶 类似这个状态发生的话 这个位置 如果今次你在这边 你发觉 一条蓝线 快线 开始撞穿 那条蓝线 在底部抽上去 那你就买回 如果这个礼拜 发生了这件事 那你就自己 入场 如果不是这位买了 停满失败 就是102点半 好了 大致上 那个策略就是这样 多多支持 希望 帮助支持一下 我们的会 在MIHK 订阅我们的节目 588元一季 三个月 FTA会员 488元 记住 如何 把你的入数字 和会员号码给我 电邮给 kc at fdaa.org.hk 和这个户口号码 转给你 OK 多谢支持 下星期见 拜拜 香港制造 食用放心 你也想尝尝的话 快点来MIHK TV 订阅我们 低俗频道 或者 《啤梨晚保一年》 再like Slowlife的Facebook专页 就立刻免费送你一瓶 60粒的 樂宜本草 营发植物膠囊 数量有限 送完即止 《啤梨晚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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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梨晚保一年》